HELLO 大家好,我是正峰 各位有沒有看到我手上拿的是什麼? 我們的安全帽 那各位小朋友有看我們UV直噴機怎麼結合在我們安全帽上面喔 那我們今天會使用我們的UV萬用膜 然後用我們的UV機來做印刷 印刷完之後再用UV萬用膜貼在我們安全帽的任何曲面喔 那本來我們以往UV直噴機是沒辦法直接印刷在曲面的安全帽上喔 那趕快來看我們怎麼製作吧 好,那我們這次呢所使用的設備是由我們的UV3042直噴機 3042呢好處是什麼?它剛好有A3大小 我們需要準備一張擱置墊 擱置墊本身呢會帶有一些黏性 我們就將擱置墊鋪上去 那準備好我們的UV萬用膜 這是我們的A膜 我們就將A膜撕除 撕下來 對,我們將A膜撕下來 A膜的膜要撕下來 撕下來之後我們放在我們的擱置墊上方 直接黏上去 好 先大概來做對位 那我們就可以來用我們的UV直噴機做印刷囉 那我們現在呢就是先印我們的白彩上去 那等一下呢我們再印我們的光油上去 光油的功能其實增加亮度 以及還有增加它的保護效果 好,那我們剛才呢最後一道有印製光油 對,因為光油作用是我們來保護我們的圖片 以及讓它有亮折感 那我們再來就是貼上我們的B膜 讓我們的A膜跟B膜結合 一樣呢刮到刮過我們還是會用電動冷熱表機滾一次 將空氣再滾乾淨一些 對 我們還是用電動冷熱表機再滾一次 好,那我們現在已經用我們的冷熱表機滾好囉 滾好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將我們AB膜撕除 然後AB膜撕除後 我們就可以黏貼在我們的安全帽上面囉 那我們先將我們要的剪下來 剪下來,大概剪一下 然後將AB膜料撕除 好,撕除 那各位可以看到 非常好撕 非常好撕除 它就AB膜就這樣分離的 分離完之後 直接到我們要選擇貼的地方 它是一個曲面 那我們就從中間黏 黏完之後,兩邊往上推 兩邊往上推 OK OK 然後直接用刮刀再刮 刮掉空氣 空氣刮除 確定它都附鎖上去我們的安全帽表面的時候 我們再來撕掉我們的B膜 撕掉我們的B膜有沒有 非常好撕 那我們等一下周圍呢 我們可以再用酒精擦拭一下 好 那基本上呢 有沒有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的安全帽印刷 這樣就完成了喔 想要了解的趕快跟我們做聯繫喔